埃隆·马斯克上周起诉OpenAI变革公司的属性为盈利性公司 背叛了造福人类的目标 3月5日晚间OpenAI作出回应 称马斯克支持将OpenAI打造为盈利性公司 自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上周提起诉讼以来 OpenAI首次作出回应驳回马斯克的指控 并公布了马斯克的邮件 这加剧了OpenAI与多年前资助其创业的投资者之间的不合 周二晚间由OpenAI五位高管和计算机科学家 包括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共同发表的声明表示 OpenAI的使命是确保AGI汇集全人类 这意味着既要构建安全且有益的AGI 又要帮助创造广泛的利益 我们要驳回埃隆的所有指控 OpenAI反驳说 事实上OpenAI和马斯克都认识到 公司需要成为一个盈利性实体 来获得足够的资源 才能与谷歌等公司竞争 并公布了OpenAI领导人和马斯克之间的电子邮件截图 他们在其中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在讨论中 OpenAI表示 马斯克要求担任首席执行官和大股东 并控制董事会 但OpenAI高管认为 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绝对控制权 随后马斯克建议OpenAI可以与特斯拉合并 以便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可以充当摇钱树 与谷歌资金雄乎的人工智能项目竞争 该公司表示 这并没有发生 马斯克转而离开 建立了自己的通用人工智能初创公司XAI 同时仍然支持OpenAI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计划 OpenAI还反驳了马斯克的论点 即他违反了向公众开放代码而不是为了私人利益而将其隔离的承诺 OpenAI随后公布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尔的一方电子邮件 称一切开源都会让不道德的人构建不安全的人工智能 并且不分享科学是完全可以的 马斯克回答 是的 周三 马斯克发布了一个大小的表情符号来回应一位X用户的言论 称OpenAI应该更名为OpenEmail 马斯克在X上回复说 赶紧改名字吧 OpenAI面对马斯克的挑衅还未做出回应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请问终生操动 调衩 逻较 Vote 你看 提前 然后 面 利 3 nurt 好